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中年爱情最为致命 比如我老公,他此刻已经躺在ICU病房里 刚刚抢救回来,可心里想的还是他的小可爱 只是这想念满是愤怒 看完了吗?和他的聊天内容我都没删 你得帮我讨回公道 咱俩夫妻是一体,没风声音发虚 但话却说得不容智慧 我捏着他手机,指尖应用力微微发白 半赏不知该说什么 把聊天记录悉数转发给自己后 我疑惑问道,公道是什么 他出轨女主播,给对方连打赏带转账几百万 从未想过对我是否公道 现在这主播找了新男人,把他踹了 他为此气的心脏病发 想起自己的公道来了 为他撒出去的钱,我该生气 但看他现在这样,脸色惨白 眼底发青,带着刚刚在鬼门关染上的死气 我却想笑 眉风促眉,眼中满是怨毒 钱啊 老子给他那么多钱,他跟别人跑了 那就得把该吐的吐出来 给我磕头,公开道歉 见女人,敢骗我 新电图的线条极不规律 我看来只觉悦目 好,我去要 但是钱 要回来的钱都归你 眉风咬牙切齿一垂床 疼得直抖 我点头,要回来之后 咱俩离婚 现在有他出轨的证据 他是过错方 出于夫妻情分 离婚时,我可以让他带走财产的三成 眉风一听,猛地坐了起来 眼睛瞪得像同龄 不行 离个屁婚 我是在外面搞三搞四了 但也没亏待你啊 你永远都是没太太,还不行吗 再说,哪个有钱人玩得不凶 我这算什么 何况我出轨还不是你逼的 你那么霸道 明雅 你要是再敢提离婚 老子让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净身出户 真不知道他这危重病人是怎么回事 居然一口气能说这么多话 我掏了掏耳朵 叹气道 我先去讨公道吧 其他的再说 眉风骂骂咧咧 直接把新店监护干报警 护士飞奔而入 眉太太 不能让病人这么激动 我忙道歉 没直接把他气死是我的问题 至于眉太太 谁爱当谁当吧 会倒霉一辈子的 我先去找律师 给出证据 委托起诉追回眉风的赠语 随后直奔小三邹元的住处 我到的时候 邹元正在直播 配合音乐扭动身体 还教滴滴谢谢榜姨大哥送礼 我用钥匙开门 邹元猛的一愣 你们是谁 我没理他 大手一挥 告知和我一同来的装修师傅 除了那张桌子和那个人类 其他东西 都咋了 好嘞 师傅应声抡大锤 电视机首先下线 到底是我开了双倍工资的师傅 大开大盒的干活 很有气势 助手 邹元大喊 你们到底是谁 他说着话想来拦 却又怕被误伤 绕到我面前 你是不是有病啊 走错门了吗 莫名其妙 闯进我家乱砸 你家 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这里是我的婚房 当年 我执意要和梅峰结婚 我爸妈骂惨了我 甚至说到断关系 最后拗不过我 给我出钱买房 又给了不菲的嫁妆 生怕我远嫁受委屈 我和梅峰用这笔嫁妆 开始做装修工程 从赔钱转腰化 干到现在小有身家 搬别墅广之业 这处房产 坚持不租不售 就图个不忘初心 而梅峰偏偏 把他的三姐安置到这里 那我还留着 新婚时的记忆何用 邹元插腰立眉 难不成还是你 他突然顿住 歪头看我片刻 你是梅峰的那位 他心知肚明 立刻猜出我的身份 反而表情更嚣张了 那你也没权利 进这里乱砸 我告诉你 他把房子给我了 这是我的 看着他跳脚 胸前雪白颤动如波 我实在尴尬 你这样我也不会给你刷跑车 还是冲直播间 大哥们去跳吧 经我提醒 邹元才想起 他还在开播 那些嗷嗷待哺的男人们 原本在等着 看他曼妙舞姿 如今却只能看到 壮汉在抡大锤 邹元挨压一声 回到镜头前 正想下播 可伸出的手悬在半空 再无动作 他看到的 是直播间不停闪过的 礼物特效 和源源不断进场的人 弹幕刷得飞快 我的宝贝是被欺负了吗 别怕 哥哥保护你 那个老女人谁呀 凭什么欺负我们源源 滚出去啊 八十八十八十 这可是邹元直播 一年多以来 从未见过的场面 他看着弹幕 突然挑眉转身 用手机钳制 把我和他的脸框 在同一个屏幕里 哥哥们 这女的私闯民宅 进来就砸 我又不认识她 也不知道是疯子 还是老糊涂 难道是丑女 她该不会砸了屋子 就杀我吧 我淡淡扫了一眼 屏幕里邹元 醋眉含泪 激进委屈 弹幕说 什么的都有 只有一条正经 擅闯民宅 应该报警啊 民意立刻聚集成数字 报警 把这颠婆抓起来 这条弹幕 被发出久久加刺 他们言出法随 邹元报了警 等警察期间 邹元找着弹幕朗读 七七是狗哥哥说 这女的又丑又老 该不会是嫉妒 我们圆圆宝贝 年轻漂亮 流浪的自由哥哥说 这颠婆 一定是脑子里长癌了 谢谢哥哥们支持 有你们在 圆圆勇敢 圆圆不怕 我掏了掏耳朵 看着他直播间人数 突破五百大关 冲向三千 警察多次严厉要求 邹元依旧拒绝关闭直播 弹幕对警察提出抗议 邹元逐条朗读 监督执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不就是狗屁警察 有什么资格要求 圆圆关直播 听到了吗 警察先生 别以为我是个小女人 就好欺负 邹元有两下子 三句话挑起对立 弹幕更加疯狂 警察脸都绿了 却也只能重申 自己佩戴了执法记录仪 会全程录像 那不行 我不信你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你们警察是怎么欺负我的 还有这个闯进我家的狗女人 贱货 她也跑了不了 看着邹婷上蹿下跳 口沫横飞机遇漏点的身影 我好心提醒 你小心说话呀 当众造谣 可是犯法的 别我没进去 你就去采缝刃机了 少扯淡 犯法的是你 私闯民宅 还要杀我灭口 邹婷坚持胡周 我拍了拍手 对着屏幕 直播间里有人录屏吗 我出一个嘉年华 悬赏邹元说 我杀她的视频 她造谣了 我要告她 我的账号是 邹元脸都白了 不等我把话说完 立刻关停直播 瞪向我的目光里带着刀 见女人 我要撕了你的嘴 她要扑过来打我 被警察拦了下来 都好好说话 把报警的事情说清楚 警察不由提高音量 邹元咬牙切齿 她闯进我家 啥也不说就乱砸 大锤好几次 差点砸到我 她就是想杀人灭口 你们快把她抓起来 我冷眼看着 我砸我自己的东西 想重新装修 又不犯法 你不经我同意 住在我家 我还要告你呢 你家 哼 邹元巧笑着 扭身进卧室 拿着房产证 递给警察 上面清楚写着 邹元的名字 看清楚了吗 房子是我的 我的 她砸我的房子和东西 是犯法 我扑吃乐出来 也从包里掏了些证件 房产证 土地使用证 买卖合同 装修合同 这套房屋自始至终 都是我个人所有 从未转让给任何人 现在杂坏 也是为了装修 这女人的东西 我可没碰 我指着直播的桌子 那周围一米 都保持着圆样 邹婷看着我掏出证件 很是得意 那都是过去式了 老女人 梅哥前阵子 把房子 改成我的名字了 我冷冷看着她 我倒是想问问 你嘴里的梅哥是谁呀 你爸还是你干爹 送房子给你 这套房少说 三百来万 说送就送 她 她是我绑一大哥 你懂什么 邹元想了想补充道 她爱我 所以送我礼物 怎么 这不犯法吧 警察叔叔 你好好看看 我的房产证 硬件都有 总不至于是假的吧 警察有些为难 拿着两份房产证 仔细对比 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 一时竟分辨不清 于是警察抬头问邹元 送你礼物 送你礼物时 这位女士在场吗 她怎么给你签字过户的 他们想从供述里发现问题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在手机上点了两下 把梅峰和半甲证的聊天记录 提供给警察 这是来的路上 用梅峰水果账号 在云端找到的 她那个人 但凡消费 必留痕迹 倒是给我省了不少事 上面清楚地显示 梅峰再三强调 假证要做的逼真 我宝贝见过世面 一定别被她看出来 扮假证的再三保证 放心哥 我做的证 连警察都看不出来 后来 他们又在价格上 拉扯一番 最终付费二百四十八 邹元也凑过来看 看清楚 你梅峰对你的爱 差不多是二百五十 邹元怒了 破口大骂 骂得极脏 大半器官 小半厚呆 我一言不发 由着他骂 反正录音开着 装修师傅听不下去 替我回骂 警察也连连喝止 邹元声音终于小了下来 我扭头看向警察 出轨不犯罪 但买假证犯罪对吗 我把买假证咬得极狠 警察眼睛都亮了 点头称是 刑事案件 对于派出所警员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大事 警察把真假房产证 发给相关部门 很快得到结果 房子还是我的 邹元傻眼了 自顾自嘟囔着脏话 毕竟这是没有损害他人 财务安全 警察也听出闹剧的起点 是感情纠纷 这是他们不好掺和 分别对我和邹元 教育一番就离开了 邹元又想动手 我立刻跳到装修师傅身后 师傅举着他蒲扇大的巴掌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信不信我扇碎你的假鼻子 善 损失我包陪 我说的质地有声 邹元捂住鼻子急忙止步 哼 那种见男人都不要的货色 老娘不屑和你之气 我笑了笑 气你就气着 不过你得从我家滚出去 给你一天时间搬走 警察刚才告诉了邹元 我一旦追究他住在这里 他就是违法 凭什么 是梅哥让我住的 邹元瞪大双眼 你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否则我让他和你离婚 他不要的男人 以为我会当保 我改了主意 要他明早六点前搬走 邹元黑着脸 那还有威胁让我离婚的架势 等电梯时 我联络水军公司 让他们把直播录屏发给我 顺便通知他们 申请未成年人退款 是的 之前大量涌入邹元直播间的人 是我安排的 刘亮冲昏邹元的脑子 那些他口中侮辱的词汇 才会成为与我有利的证据 他作秀一场 不过是他空欢喜 我满在归 尽管医院里那男人 我不要了 但是他们伙同欺辱我的代价 也理应如数遭到反噬 邹元尖利的叫声 不时传入我耳朵 梅峰你个死男人 接电话呀 电话都不接 梅峰该不会嘎了吧 我有些担心 生怕他死了 错过听到他的宝贝 口出恶语的机会 还好 还好 梅峰还活着 我赶到医院时 他紧紧捏着手机 眉头紧锁 大口吸痒 见到我 眉峰痒都不吸了 吃问道 你偷看我手机了 还把我扮假证的事 告诉警察了 明明是他让我看 非说是我偷看 他颠倒黑白的能力 一如往常 我看着新店监护仪 淡淡问道 你的三姐 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梅峰撇过头 你别扯别人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几年老板生涯 把梅峰养出一股子跌位 不止爱说教 还拒绝听自己不想听的 突 邹元的话 他总是喜欢听的吧 我冲梅峰温柔一笑 低头在手机上点了两下 邹庭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和梅峰两个健狗 生儿子烂屁股 梅峰那种狗男人 浑身臭得起烂疮 也就是你看得上他 老娘和他多说一句话 都是我可怜他 梅峰果然是喜欢的 他嘴角抽动 面色潮红 停下 停下来 说话时 还捂着心口 我不得不赞美 这动人心魄的 二百五十爱情 好伴赏梅峰才喘云气 攥着我的手腕质问 你就任由他 诅咒咱俩的孩子 我怎么没听见你制止 制止 我根本没必要制止 梅峰有弱经症 我们结婚多年 一直无所出 最近几年 我们开始采用人工受孕 对男人来说 这只是个取经的过程 而至于女性 这是个艰难痛苦的过程 我挺了三次 都不成功 半年前最后一次尝试 医生告诉我 梅峰的病情 已经发展到无经症 我没必要再受罪了 担心他承受不了打击 我把这消息瞒下来 加上邹元的出轨 导致梅峰住院 倒是让我庆幸 有福的孩子 不入无福之家 由着他呗 反正咱俩也不会有孩子 不存在烂屁股的可能 梅峰攥我的手 更用力了 他咬牙切齿 你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我点了点手机 用邹元的话开场 梅峰那种狗男人 浑身臭得起烂疮 随后我补充道 被你熏得 梅峰白眼一翻 晕了过去 还能醒吗 我问急匆匆赶来的护士 护士连番我白眼的时间 都没有急着去叫医生 我心中满含愧疚 开始考虑 要不要办出院 不给医院添麻烦 遗憾的是 梅峰的情况 不适合出院 我也不想在医院陪着 反倒给医护人员添堵 就回了家 刚踏实坐下 我就收到了 邹元的好友申请 还是梅峰推荐来的 我不知道 他俩又出什么幺蛾子 但毫不犹豫通过了 邹元立刻给我打来视频 屏幕里 邹元以为在个宽阔的胸肌膨大 腹肌鲜明的没穿上衣的男人怀里 邹元笑着打招呼 给你看个好东西 我有些发猛 他给我看男人 让我产生对比和失落 这哪用看 路上的流浪公狗 都比医院里叫梅峰的那头病珠好看 哪只邹元挪了挪手机 给你发过去 立刻就看哦 他这么做时 正拍到那壮汉的手 在邹元衣服里游走 邹元扭动身躯 娇称道 讨厌别闹 我忙开启路瓶 刺激没风的新素材 这不就有了吗 很快 我收到了条视频链接 用他点进去看 是邹元在我家战损风客厅里哭诉 他说 他是被小三的可怜人 今天被我这个上尉小三打上门 不止砸了他家 还扬言要杀他 姐姐 我的确不知道梅峰已婚 我对天发誓 我诚心诚意给你道歉 你别整我了好吗 被男人骗 是我眼瞎 同为女人 你可以理解体谅的对吗 话中话里还有直播时 他拍到的冷着的脸 没打马 尽管画面很小 也能看出我眼中的轻蔑 邹元梨花带雨地说 时不时紧张 看向门的方向 像是生怕有人突然闯入 杀了他似的 而他露出的侧脸上 有个鲜明的巴掌印 看起来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他没有专门提起 但可以露出 显然是想引导看客 认为他挨了打 这视频发布不久 但点赞已经很高了 评论区里说什么的都有 但大部分都指着小三身份痛骂 当然骂邹元 也在骂邹元口中小三上位的我 由邹元而专门提醒 好好看看评论 有人说你这种上位小三 一定会遭到反噬 穷困孤老 死无全失 我专门去找 这评论厉害 点赞数甚至比视频赞数还高 很好笑啊 邹元不惜畅苦肉计拍的视频所获 不及别人随手评论所获 也不知道他得一个什么劲 也许是这一笑 出乎邹元预料 他为了一声 你笑什么 你是不是傻 别人骂你 你都笑得出来 欠虐吧 我收敛笑意 扭头和屏幕中的邹元对视 很是认真的说 别人怎么评论都和我无关 毕竟说的只是你口中编撰构陷出的我 倒是你 这么在乎这些评论 只是说明这些报应都是你害怕的 你是不是也觉得 自己会贫困孤老 死无全失呢 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等待邹元回应 他听完一致 开口骂道 死婆娘 你在喷什么粪 我年轻漂亮 还有钱 怎么会害怕 说着他仰头找见硕男所吻 湿润口水声一出屏幕 脏得我想把手机扔了 怎么样 看到了吧 我男友可是体育生 体力好能力强 比你老公那种又老又丑 还短的男人强一万倍 你羡慕去吧 他得意地擦着唇上的口水 挑衅看着我 谢谢你 我笑 你发来的视频 将成为你侵犯我肖像权的证据呢 另外 我改主意了 给你半小时搬出我家 否则我报警哦 挂了电话 邹元又发来很多 骂骂咧咧的内容 我全存下来 连同他和胸肌男亲亲视频一起 反手发给梅峰 很快 我接到梅峰病危通知 真的对不起医护人员 梅峰三天内 气壁四次 又从鬼门关回来 多亏医护人员搭救 我带着锦旗和果兰去医院 护士对我有些警惕 我笑着把东西放下 我是专程来感谢你们妙手回春的 另外想给你们捐几套睡眠仓 你们工作辛苦 需要好好休息 我不去看梅峰 不刺激他了 我保证 看我说得诚恳 护士稍稍放下些警惕 却听见我又说 如果有什么放弃治疗同意书 需要我签的话 现在就可以给我 护士在看我时 深情一言难尽极了 我连连道歉 跑着消失于他们视野中 再去医院时 使梅峰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原本坐几个支架 他早能出院 但之后连番生气 血压居高不下 还常常眩运 必须继续住院治疗 推开病房门 我以为走错了 屋里两个老人 背对着门 闪开 刚确认房号无误 准备深入一步确认时 身后传来一声焦横的命令 是邹元 那没错了 床上躺着的肯定是梅峰 至于两位老人 能是谁呢 总不会是邹元的父母 来伺候女儿的干爹吧 圆圆快把热水拿来 女士听到声音 扭头对着邹元招手 同时也看见了我 她仰起下巴 点着我问邹元 那是谁呀 我走了进去 指着床上 闭幕装死的霉峰 法律意义上讲 这人是我丈夫 是你 女士声音高起来 就是你这个贱人 管不住老公 让他强奸我女儿 你别说话这么难听啊 梅峰终于出声了 我和袁 邹元是情侣 哪有什么强不强奸的 邹元也贴着女士 妈 小点声 这是医院 这 我经得一时 不知该说什么 据我已知 无非是好色男 碰上的捞金女 怎么莫名其妙 加了强奸的事 我的第一反应是报警 又怕只是他们扣帽子 闹乌龙 就多问了一句 你说梅峰强奸 证据呢 好好好 还不想承认是吧 女士在手机上 滑来滑去 点开了一段视频 是在我家 邹元连连退着 口中喊着不要 梅峰搓着手 像色园外似的 黑黑黑的逼近 两人很快靠在一起 邹元摇头面露痛苦 梅峰对她上下起手 证据有了 你说怎么办吧 女士点着我的肩膀 结问 你别瞎说 这是我们的情趣 情趣 你懂不懂 梅峰坐起身子 使劲扒拉着 邹元母亲的背 却被男士按了回去 情不情趣的我不知道 真相是什么 该交由警察 我解锁手机 刚输入十一 邹元妈却一把 把手机抢了过去 你可想好 你们家大业大 有钱得很 报了警事情 闹大了 你们生意 就别做了 我逆着 邹元妈的三角眼 从中看出了算计 想要钱是吧 不 邹元答得斩钉截铁 我愣了愣 邹元把他妈和不知道 是谁的男人都搬了出来 却不要钱 那你想怎样 邹元扭着腰 靠近梅峰 我要和梅哥 结婚 我气笑了 邹元这算盘打得好 梅峰虽然又老又臭 但是有产业 收入不菲 和他结婚 比在直播间 卖力叫哥哥 或者朝不保夕地 傍着大哥来的稳定 只是他为何现在提出 和梅峰结婚 总不至于因我的起诉 和我置气吧 邹婷妈绕到病床另一边 站在梅峰头顶处 结婚也行 我闺女被你糟蹋了 你得对她负责 阿姨你说得也对 人总是要为自己 所作负责的 我表示赞同 并扭过头 看着梅峰 露出讥讽的笑 咱俩得先离呀 梅峰一听 苦着脸拒绝 我不过就是玩一玩 没想闹到离婚这一步啊 话音刚落 一直沉默的男士 咳了一声 干脆把梅峰的氧气管拔了 见梅峰 没什么感觉 干脆甩着软管抽她的脸 你这个蠢猪 强奸我女儿还想跑 今天要不给个说法 老子删死你 大爷 干得好 我在心里欢呼 余光却瞥见 闪躲不过的梅峰 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我帮你报警 我笑说 顺便把强奸的事说一说 别 不用 梅峰瞪着我 嘴里却求饶道 助手 咱们好商量 这还差不多 邹元爸呸了一声 松开了手 梅峰咳了好几声 邹元弯下腰帮他顺气 却被一把推开 邹元抿了抿嘴 梅哥 你别生气 我也只是放不下你 我一般不会笑出声 除非忍不住 还放不下 跟胸肌男 轻轻我我的时候 他放得可下了 梅峰自然不会 因一句话 就转了念头 此刻他眼底满是恨意 要不是邹元父母兄弟 他这回说不定 就站起来发疯了 我正想说 让他们先商量 有结果再通知我 毕竟就算离婚 我有梅峰的把柄 他们也得得不了什么好处 何况 邹元并没在乎梅峰的态度 而是继续开口 手还在兜里摸着 看邹元的表情 总觉得他要拿出来的 是个大杀器 我便停了停脚步 只听他说 我有了你的宝宝 邹元的声音哄响 紧接着是梅峰急促的呼吸 宝 斯 你有了我的孩子 梅峰震惊地咬了舌头 也顾不上腾 一把扯过邹元展开的检查单 看了又看 三个月了 是那次吗 我应酬完喝多了 方才的那浓得化不开的仇恨 已经被笑容取代 梅峰对孩子的可判 足够化干戈为玉帛 我也一样震惊 毕竟梅峰确诊 无经症 已经半年有余 不过转念就明白了邹元的目的 给孩子找个有钱爹 至于孩子本身的爹 也许是那个和邹元 你浓我浓的肌肉男 或许是个比梅峰条件差的别人 不过到底只是猜想 知道了他们的完整来意 我也无心看戏 抽身离开 只是没想到 我提前走 却撞见了另一个重要人物 邹元的肌肉男友 一下电梯 我就瞧见了肌肉男 他个子很高 又穿着健身人士最爱的跨栏背心 让人难以忽视 他正不断挪步 眼睛紧紧盯着电梯这边 看起来是在焦急等待 我不觉得时间如此巧合 他大概率在等邹元 这么想着 我静止冲他走去 打了招呼 他愣了片刻 认出我来 姐姐 跟着邹元称呼我这一声 是夹着嗓子说的 我泛起鸡皮疙瘩 强忍贤物之意 我笑着问 你怎么在这 他撅了撅嘴 邹元怀了我的孩子 他今天来做检查 但又不让我跟 也不接我电话 我看着定位 知道他来医院了 怕他出事 想着在这守着 万一有情况 我能第一时间出现 果然 孩子亲爹出现了 你女朋友 在和我老公商量结婚呢 傻小子 我心想着 却略显震惊说 我看见他了呀 和他爸妈在一起 他爸妈 他跟我说过 他是孤儿 肌肉男牛眼圆瞪 其中的清澈愚蠢 倾泻而出 邹元可真厉害 说了这许多假话 他居然记得住 你很喜欢邹元 我突然心生好奇 肌肉男犹豫了一下 喜欢的吧 我也说不清楚 但他有了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女人 我砸锅卖铁 也得对他们娘俩负责 砸锅卖铁 我醋眉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说法 我知道 邹元嫌弃我穷 才不让我跟着来的 他咬牙切齿 但我穷只是因为我年轻 人们都说 末期少年穷 他说这话 脚狠狠跺着 还一拳一拳锤打着墙 看起来情绪并不稳定 甚至撞到个主拐的患者 也没停下 反倒怒骂 对方是眼瞎 死远一点 我忙退几步 似乎是不小心戳到了 他的痛处 肌肉难脑了好一阵 终于停了下来 这过程中 我也有了个念头 情绪不稳的男人 和唯利仕途的捞女 当真般配 我于是稍稍凑近 很是郑重地表示 祝你好运吧 捐精者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果然不出所料 身后传来咆哮 什么意思 捐精者是什么意思 众人纷纷朝他那边看 我忍着笑 把方才在病房里 邹元和梅峰说的那些 添油加醋 说了一遍 你那个死老公在哪 我现在就要去腌了他 想给我儿子当爹 他不配 肌肉难莽撞地 往电梯那边走 我拼死把他拽住 你现在去 那不是惹邹元生气吗 怀孕头几个月 胎儿不稳地 肌肉难顿住了 会看我时 眼中满是迷茫 那怎么办 找机会做个亲子鉴定 只要证明孩子是你的 邹元在我老公那也骗不下去 他就只能跟着你了 肌肉难挠头想了片刻 你说得对 我拍着他钢铁一样的肩膀 大丈夫能忍旁人所不能忍 那天之后 梅峰开始有所动作 一点点挪用公司资产 往陌生账户里存 看样子 他是准备和我离婚了 会计偷着问我的时候 我让他存证照转即可 这行为实在愚蠢 网大了说 是挪用资金罪 网小了算 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要是离婚 这些都对我有利 只是我没想到 这证据居然没有用上 梅峰出院后 和邹元住在一起 我见不到他 我真想当面感谢他的贴心 再见面是在我起诉 邹元的案件开庭时 梅峰露面了 坐在邹元一方 一直沉默不语 偶尔瞥我几眼 像是在看什么可怜人似的 我不明白他对我的怜悯 从何而来 也不在乎 只是要求邹元还钱 邹元不说话 坐在下面的眉峰抢答 那都是我主动送的 不用退还 我拍着结婚证 那是共同财产 我不允许赠送 邹元想了想站起身 挺着还没显怀的肚子 那不是给我的钱 是给我肚子里孩子的 这也是梅哥的孩子 法官原在检视我提供的证明 他俩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聊天记录 听闻这话 立刻抬头看邹元 他可真行 主动交代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既然他愿意帮我 我也不吝帮他一把 老神在在问了一句 梅峰的孩子 你有什么证据 邹元倾笑一声 他似乎就在等着一问 仰着下巴从包里 掏出亲子鉴定报告 上面写得明明白白 孩子和梅峰有关系 血缘关系 梅峰显然对此毫不知情 他疑惑地问 什么时候做的 我怎么不知道 总得让我先看看呢 邹元拿出复印件递给梅峰 娇声说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梅峰当真惊喜到了 小眼睛里倾壳涨满泪水 他不傻 知道邹元除了他 还有别的男人 尽管情绪上倾向相信 是自己的伟案 在邹元那块田地上剥了种 但他还有一丝理智 不时催促邹元做鉴定 却被搪塞拖延 这个结果眼上邹元拿出报告 的确是好时机 梅峰顾不上追究鉴定 是什么时候做的 如果法官接受这份证据 那梅峰之后 回过未来再计较 邹元也能拿这次开庭说事 看梅峰注定吃亏 想着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这个原配 多少动了些恻隐之心 于是掏出两份资料 递交上去 法官这份鉴定报告 戏伪造 梅峰一听这话 激动质问 你胡说什么 明雅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 他这么激动 别再把血管击爆了 我于是好心劝 你冷静点 我给你解释 我提交的证据 说来也简单 一份是梅峰的无精证诊断 另一份是邹元和鸡肉男的聊天记录 内容是 邹元让鸡肉男购买 梅峰为姓名的身份证 两人相约用假身份做亲子鉴定 为了让鸡肉男明白这操作的目的 邹元不得不把话说得清楚 我用这孩子逼着那死老头和我结婚 以后无论是离婚还是咱们把他气死 那份家业不都是咱俩的 以后孩子还是管你叫爸 还是父爸爸 这份聊天记录是鸡肉男给我的 医院相见后 鸡肉男几乎把我当成他亲姐姐 有什么感情上的不明白 都要来问我 他觉得我不愿意和梅峰离婚 因此会掏心掏肺地帮他 连怎么找办假证的 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去做的 这人沾点凶大无脑 很是费劲 梅峰听我解释完 脸从黑变红 他捂着心口喃喃低语 无惊 假报告 好一阵 他只念叨这两个词 终于停下来 身子却歪栽倒地了 梅哥 邹元像恶虎扑石似的 扑了过去 我和他们有缘被告之间的距离 并看不清情况 只听邹元大喊 叫医生 等我抵达医院 跟120来医院的邹元 站在ICU门口哭得不能自已 他拽着护士哀求 救救他呀 一定别让他死啊 护士用力才能将他甩开 历生询问 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你快催一下 我忙举手 我在 医生告诉我 梅峰情况危怠 已经心脏骤停数次 抢救已经让他断了几根肋骨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想了又想 以妻子的身份 在放弃治疗书上签下了字 签字时 邹元数次来阻拦 你凭什么放弃治疗 天底下 哪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 盼着自己老公死吗 他又冲护士大喊大叫 我以没封爱人的身份 要求你们 必须治疗 必须治好 他要是死了 我跟你们没完 不知道的人听了 以为他真是用情至深 但我和邹元心照不宣 都知道 他不过是担心梅峰死了 他这一场贪财的把戏落了空 注定会落空的 梅峰还是死了 亲耳听到这消息的邹元 贪坐在地 很快 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 站起身询问护士妇产科在哪里 我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但我也顾不上 作为寡妇 丈夫的身后事还需处理 丧偶可真是令人伤心 我不得不出门旅游散心 以防自己情绪低落 所以之后和邹元的官司 包括没完结的追讨赠予 等待开庭的诽谤 侵犯肖像权 都有律师代理 结果当然是好的 三诉三胜 律师心情好 还跟我八卦 说邹元早就把孩子打掉了 又服孩子 不入无福之家 我重有感慨 那些不配当父母的畜生 最好统统无精 不能生 既然不能给孩子 世上最贵重的爱 就别把孩子带到这满目疮痍的世界上来 你说得对 那孩子要是生下来 还真是麻烦 律师补充 邹元难难的 也是个畜生 得知孩子没了之后 一怒把邹元打成青山二级 正等着刑事开庭呢 加上之前他买假证 恕罪并乏 估计得关好一阵 当时我正在沙滩上晒太阳 我往海边靠了靠 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把这些话转述给梅峰 他应该能听到吧 毕竟我把他的骨灰葬在海里 我因此还得到一笔生态葬补贴 远处有邮轮驶过 远处有椰子跌落 不远处 我的父母手牵手在沙滩上散步 留下串串脚印 我踏着脚印追了上去 像小时候那样扑到妈妈怀里 我妈揉了揉我的头发 把我推开 自己去玩 别当电灯泡 我跳进海里 游得越来越畅快 暗在身侧 浪很远 一切刚刚好 万般恰恰已